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8月9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7月份的外贸 8月8号啊,就是昨天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啊 7月份我国的进出口啊,是双双下滑 贸易顺差,继续收窄,对东盟欧美出口同比下滑 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如果按美元计价啊,8月8号这个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啊 今年7月份我国进出口4829亿美元,下降13.6% 这是同比啊,其中啊,出口是28176 出口是2817亿元,下降14.5% 进口是2011亿元,下降12.4% 贸易顺差啊,806亿美元,收窄19.4% 就是顺差越来越小啊 那1到7月合计呢,进出口总值是3.4万亿美元,下降6.1% 其中出口1.94万亿美元,下降5% 进口1.46万亿美元,下降7.6% 贸易顺差4895亿元,扩大3.5% 这是按美元计价 从这个加工贸易来看啊 前7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15.4万亿元,增长2.1% 占我国外贸总值的65.4% 同比去年同期提升1.1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8.77万亿元,增长2.8% 进口6.64万亿元,增长1.2% 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4.21万亿元,下降11.4% 占17.9% 其中出口2.75万亿元,下降8.8% 进口1.46万亿元,下降15.9% 这是人民币计价的 如果按美元算的话 那恐怕下降幅度还要大 从这个贸易伙伴来看啊 前7个月累计啊 东盟为我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国于东盟贸易总值3.59万亿元 占增长2.8% 占外贸总值15.3% 其中出口2.11万亿元,增长4.7% 进口1.48万亿元,增长0.2% 贸易顺差6275.1亿元,扩大17%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06万亿元 增长7.4% 其中出口4.76万亿元,增长12.6% 进口3.3万亿元,增长0.5% 欧盟为我第二大贸易伙伴 于欧盟贸易总值3.22万亿元 下降0.1% 占13.7% 其中出口2.08万亿元,下降2.6% 进口1.14万亿元,增长5.1% 贸易顺差9433亿元,收窄10.5% 美国为第三大贸易伙伴 如美国贸易总额2.65万亿元,下降9.6% 占11.2% 其中对美国出口1.95万亿元,下降13% 自美国进口6,911亿元,增长2% 贸易顺差1.26万亿元,收窄19.5% 日本为我第四大贸易伙伴 如日本贸易总额1.27万亿元,下降5.8% 占5.4% 其中出口6395亿元,下降0.4% 进口6,327亿元,下降10.8% 贸易顺差68.5亿元,去年同期贸易顺差668亿元 整个7月份,按美元计算 今年7月我国对东盟出口收窄21% 对欧盟出口下降21% 对美国出口下降23% 对日本出口下降18% 如俄罗斯贸易方面 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自2021年2月以来 首次出现月度下降 7月从俄罗斯进口额下降8% 至92亿美元 而6月增长15.7% 无论是7月单月 还是1到7月累计 咱们的外贸都是在下降 这里面呢 如果从单一国家来看 美国是第一 日本排第二 应该这么算 如果按这个地区来算 经济体 那排第一的是东盟 第二是欧盟 第三是美国 第四是日本 从增长来看 因为其他地方都在下降 俄罗斯是增长的 一带一路是增长的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民营企业 国企 还有外资企业 在外贸中 是什么一个状态 前7个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12.4万亿元 增长6.7% 占我外贸总值的53% 比去年同期 提升3.1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8.49万亿元 增长7.3% 占出口总额63% 进口3.97万亿元 增长5.3% 占进口总值的39.4% 国有企业进出口3.82万亿元 增长0.8% 占我外贸总值的16% 其中出口1.08万亿元 增长2.7% 进口2.74万亿元 增长0.1% 外山投资企业进出口7.21万亿元 下降9.4% 占我外贸总值的30.6% 其中出口3.88万亿元 下降9.6% 进口3.33万亿元 下降9.1% 民企国企外企进出口 占全部进出口的99.7% 大家记着一个数啊 就是今年1到7月 外资的出口啊 是占三分之一 就是外资在中国设厂 生产的东西 卖到国外去 这是要占三分之一 中国出口的三分之一 这个是在下降的 因为往年啊 外资出口是占一半 50%左右啊 现在只有三分之一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 至少部分说明啊 这外资啊 有这个撤离中国的迹象 因为道理很简单 如果外资的这个 出口和进口 它不下降的话 7月份是下降了 9%嘛 如果它是稳定的 那民营企业 国企 它外贸增加的话 那咱们整个的外贸 是在增加的 这就不会下降 从这里 可以部分的得出啊 你不能全部 得出个主要原因 就是你部分 得出个什么原因呢 就是外资的撤离 是这个 咱们外贸下降的原因之一 那外资为什么撤离呢 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再看这个旅游 通过旅行社入境的游客 2023年8月6号 华尔街日报报报导啊 在中国重新开放边境半年后 赴华的国际游客 仍然寥寥无几 前来中国的海外游客和商务人士减少 同时意味着外国人 亲眼目睹中国情况和当地焦虑的机会减少 而这是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中国全国方位看 今年第一季度旅行社入境 由接待人次仅为5.2万 这什么概念呢 疫情之前啊 就2019年第一季度 这个数字是370万 嗯 那你今年跟三年前比 连零头都说不上 就这5.2万人里面 一半是来自港澳台地区 就合着都是周边的 而不是这个西方或者欧美那些国家 中国旅游协会智慧旅游峰会会展 肖遣辉5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来自欧洲 美国 日本和韩国的游客数量在大幅下降 2023年6月 国内三大航空公司 国航东航南航 国际航线客运量分别为 2019年同期的37% 38% 50% 2023年6月 首都机场 浦东机场 白云机场 深圳机场 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分别为 2019年同期的27% 40% 46% 47% 我们再看这个外山投资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衡量外山在华 直接投资的一项指标 直接投资项目下负债 净产生额 就是净资本流入 在第二季度期间下滑至49亿美元 49亿美元什么意思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 下滑了90% 这个是1998年以来最小值 刚才咱们说了 因为外山投资下降 导致外贸下降 至少是原因之一 那咱们把这个整个的7月份 以及1到7月份 中国外贸的一个情况 介绍了一下 大家恐怕就有印象了 就这个外贸它一直在下降 外贸下降作为这个三家马车之一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马车 最重要的动力 现在就熄火了 你看不到好的迹象 无论是从这个地区来看 还是从这个国企啊 民企 外企来看 还是从这个业务来看啊 都是在下降 那下降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 对吧 至于哪个站主导 这个咱们可以讨论呢 就是自己可以去想 有几个原因呢 第一个就是全球的这个经济增长放缓 全球贸易量都在下降 就是不仅中国对外进出口在下降 你看看韩国台湾 日本 越南 东盟 对吧 欧洲 他们的对外贸易都在下降 我看了一个这个美国的数据啊 就是美国它是个消费大国嘛 它主要进口 美国是7月份进口是下降9%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啊 上半年中国在美国商品进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为13.3% 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平均下降7% 美国作为消费大国啊 它整个的进口都在下降 其中啊 中国的下降更厉害 中国是上半年它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下降25% 所以说第一个原因就是全球消费疲软 那中国肯定受影响 美国人呢 收入恐怕没有下降 但是美国的通胀还在继续啊 它通胀一继续说白了 老百姓也没什么钱 它的那个钱都被通胀吃掉了 欧洲更一样 欧洲通胀是不是更厉害 所以这些国家老百姓恐怕都要勒紧裤腰带 就不像以前那样的 一些不必要买的东西恐怕就不买了 这些都是消费大国 那他们不消费 或者是对消费压缩开支 那出口大国就受影响 这个问题是全球性的 还不好治 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产业链转移 现在啊 产业链转移啊 已经似乎在加快步伐 刚才咱们也看了 那个外商投资 达到了1998年以来最低值 这个就不是个好现象 外商不来继续投资了 然后你已有的这些外资啊 它还在转移 外资本来出口是占50%的 现在只占30% 就下降了很多 这个就是数据显示啊 甚至有很多咱们民营企业 也是被迫啊 转移到东盟去了 它都要做产业链转移啊 你比如说特斯拉 它也在墨西哥 搞一个超级工厂 那很多中国的这个供应商 就零配件企业 它也是被逼要到墨西哥去设厂 也在转移啊 第三个就是这个政治因素 外交因素啊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这个制裁 和这个叫技术限制 最突出的就是芯片 和芯片相关的 你这芯片一制裁 那中国的进出口肯定都会下降 芯片对中国来说就是原材料啊 因为中国有很多东西是要进口芯片 你生产完了这个就出口卖出去 一进一出 这就是外贸 结果这块少很多 这肯定是因素之一啊 这里面有贸易战的因素 因为贸易战导致这个部分行业 部分企业搬到欧盟 搬到东盟 搬到墨西哥 也有这个产业链自然的转移 就是中国的用工成本在上升 那东盟啊 或者是印度啊 或者是什么斯里兰卡等等 那地方用工成本很低 那有的企业利润利润薄的 它只能搬走 总之啊 这些原因导致中国的外贸 是每个月都在下降 这个趋势就不好了 大家也知道啊 三架马车 内需 这个是老生常谈啊 刺激不动的 原因大家都知道 内需的前提是你 别的两架马车好了 这内需啊 才稍微好一点 别的两架马车好了 大家收入有了 收入有了才愿意去消费 你现在不赚钱 你怎么让人消费 大家都想消费 不是没钱吗 所以你刺激消费是个 一句空话 第二个就是投资 这个大家也知道 你这投资 现在都是 边际效益越来越差 就是你投资没有收益 你现在投的是挺好的 GDP上去了 这个GDP也让老百姓 没有任何获得感 然后这个GDP也不能产生效益 明年后年要买单 到期你债都还了 但是他也没赚着钱 你拿什么还呢 钱都投下去了 都形成钢筋水泥 固化在那 你也不能把它编成钱 他也不能产生收益 买单 乘头债 地方债爆雷 不就是这么来的吗 赚钱的项目 现在越来越少啊 你再逼地方政府 加大投资 搞GDP 他那只能修公园 然后修那面子工程 这种浪费 无效投资 实际上是有害的 这个我记得咱们节目里面放过 人大的那个教授吴小球啊 说的很明白 这个外需 对吧 叫外贸 不可替代 你内需 什么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外贸 外贸没了 外贸下降 你这经济就不行 你外贸有了 你的什么投资 你的消费 你的内需 才能提振 这是中国经济啊 这40年来发展的一个叫制胜法宝 就是外贸 大家仔细想一想 他就是因为外贸 所以导致大家都往沿海跑啊 对吧 沿海才开始有订单 才是搞工厂 然后内地的人往沿海去打工 那沿海就先发展起来了 沿海先发展起来 他就修桥修路 修飞机场修高铁 这是外贸带起来 这地方修起来之后 咱们内部投资啊也就起来了 也开始给这个中部省份 全国修这个高铁 修高速 修机场 为什么呢 这就是投资啊 咱们经济活动频繁了 坐高铁人多 出去旅游人多 所以你这个 基础设置啊 基建啊 它投下去是有效的 有人用啊 就像你修了一条高速 那天天上面车水马龙的 那你的高速 很快这个成本就会收回 这都是外贸带动的 然后内需你就起来了 你赚钱了 那你不就出去玩吗 自驾游或者坐高铁或者坐飞机 你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是不是 它是有收益的 所以地方政府就拼命的基建投资 现在好了 你这外贸这个火车啊 这个动力一下降 这个经济就冷下来了 经济一冷下来 大家收入一少 你就不出门了 出门出的少了 商务活动也少了 大家都不出门了 你说那个基建 高速公路 飞机场 航班 这些东西 它肯定就是冗余啊 因为没那么人去坐啊 没那么人去开车 对吧 没那么人去拉货 那你说你修了那么的高速 高铁 机场 它怎么赚钱呢 你这个投资的成本怎么回来呢 这还是说好的 有的地方 你像贵州啊 边远地区 它那个地方 修高速 修高铁 修飞机场 纯粹是希望你去玩 对吧 它像旅游带动 你都不去了 没钱 都不去玩了 那那地方 它怎么把投资收回来呢 没法收 它也没产业 它只有旅游 全靠着内需 你看贵州 它有的地方 它花几百亿打造的那些什么景区啊 那干什么 不就是希望国内人去旅游吗 也有外资 外国人去旅游那更好 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外贸 外贸你赚钱了 大家收入提高了 现在你看外贸是这个样子 这个势头啊 目前你也看不到说什么时候能停住 然后这个再反转 说反转还早 你也不知道它下滑到什么地步 所以这个就比较头疼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啊 它也有好的一面 好的一面什么呢 你看它这个一带一路 外贸还是在增长 你总体下降13% 总体下降13% 但是一带一路还是增长9% 我记得咱们的节目谈过好多回 这个一带一路 前不久啊 这个意大利好像要退出一带一路 意大利为什么退出一带一路呢 它这里面啊 肯定有政治因素在 这个不能否认啊 但是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利润 利益 就是一带一路 这个意大利 它恐怕是没有见到什么好处 然后它背着政治压力 外交压力 家人它没什么好 那它自然想退出了 如果它从中有好处 就是政治压力它也能背 因为美国国家都有自己利益啊 意大利的经济也不怎么好 如果它从这个一带一路中 它能赚到更多 它那个退出的动力就小的 恐怕是一带一路以后啊 这意大利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多了 但是中国从意大利进口的少 或者就是没变化 这个意大利回头一看 我挺亏的 我还背着个骂名 但是呢 这是意大利啊 这是欧洲这些比较发达的国家 咱们一带一路啊 增长点是在非洲 这就是咱们老实说的 你中国经济下发展 咱们要搞外贸 对外开放 你欧洲欧美市场它在萎缩 然后本身还关系啊 还受到挑战 你再在欧美市场增长就比较难 你能稳定就不错 对吧 这个市场很大 你肯定不能放弃 肯定还要争取 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 你争取 恐怕也顶多能稳住 那你要增长怎么办呢 那只能从非洲 南美就这一国家 有潜力可挖 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你要跟非洲做生意 你怎么做啊 非洲啊 几股势力 咱们在这个 聊瓦格纳 普里克金的节目里面 经常谈到非洲 那非洲原来的势力 恐怕就是法国 现在还有美国 非洲很多地方是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有很深的利益在里面 然后有军事基地 法国人靠殖民 那现在呢 俄罗斯介入了 俄罗斯靠谁呢 俄罗斯靠瓦格纳 俄罗斯靠他的对外情报局 俄罗斯靠发动政变暴动 也是武力去干涉 大家都把眼光盯着非洲 当然目的不同啊 那你说中国怎么办 中国要到非洲去 你也靠武力嘛 你也搞个私人公民部队 去颠覆人家政权 或者像法国那样的 你自己派部队过去殖民 中国都做不到啊 那你怎么跟非洲做生意啊 怎么在非洲去扩大市场 只能靠文化输出啊 靠人去做生意 你没有枪去保护 只能靠地方政府 当地的政府 跟他们搞好关系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 对吧 你在非洲做生意 你在开拓非洲市场 你靠什么 枪我们不行 对吧 我们不能像俄罗斯那样的 去破坏非洲的这个地区稳定 那我们也不能像其他的西方国家 说你去殖民 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了 但是这个市场你又需要 怎么办 所以我们要文化输出啊 所以我们要 让非洲人了解中国人呢 中国人来就是做生意的 就是一起发展 共赢 对吧 中国人来不是做零和游戏啊 对吧 中国人来不是掠夺 不是把你们矿弄走就完了 那这些人家怎么信任你呢 凭什么相信你呢 这就是增进 中非之间的了解 友谊 增进 两国 或者两个地区的了解和友谊 刚才华尔街日报不经说过了吗 就是交流 那怎么交流呢 对于欧美国家的 咱们很简单 开放 让你们欧美国家这些人呢 到中国来玩 旅游 你在中国都跑一跑 你就对中国有了解 就像咱们对印度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对印度 绝大部分人没去过印度 对印度的了解 都来自于这个 课本 新闻媒体 网络 对吧 对印度的了解 恐怕是比较刻板的 就是贫穷落后 然后又是种姓制度 怎么不合理 反正在印度好像都是合理的 然后印度还饿死人 等等 脏乱差 但是 一旦两国人民啊 就是中国人到印度去旅游 去的多了 你就对印度的认识和看法 恐怕就是变了 不是显现中那么差 不是显现中那么不堪 这就是 双方交流啊 产生的作用 你不去 你总觉得那地方有神秘感 甚至害怕 各种传言嘛 这不女性到了印度 那就完了 基本上你不能出门 有一阵子 咱们网上天天看到的新闻 都是印度怎么样 这个 反正印度的女的被强奸了 都很正常 怪女的自己 是不是 有一种网络上天天都这种新闻 媒体片面的这种报道 所以加深了咱们对这个 印度的偏见 我这举例子啊 那你说要让这个中国人了解印度 那印度就要邀请更多的中国人去旅游 我们邀请 对吧 我们让欧美人来旅游 因为他有钱呢 人家付得起钱 那我们要非洲人来旅游行吗 他非洲人他没钱呢 他没这消费水平呢 所以只能邀请他们来中国留学 邀请这些未来的非洲的精英 精英阶层啊 让他们要先了解中国 到中国来学习中国文化 来中国看一看 来中国待几年 但是中国啊 内部就有那么一批人 他就是针对这个非洲留学生 泼赞水 什么叫泼赞水呢 就是以偏概全 以点待面 就是抓住这个非洲留学生啊 可能个别的学生 或者是个别的学校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进行放大 放大就是导致整个非洲来的学生 都这样 然后全面否定 这是一股思潮啊 这是一股势力在干这事 利用这个国内这些韭菜不满 煽动 如果说这种不好现象啊 你比如说这个暴力事件 这种不公平 或者是区别对待等等 这种现象哪都有啊 为什么盯着这个非洲的留学生说呢 非洲留学生都这么不堪吗 如果在这块 咱们不努力 不下功夫 你非洲的市场你怎么去开拓啊 你拿什么去跟什么俄罗斯对吧 跟那些其他国家去竞争啊 有人说不要了 不要了 你就不要埋怨说你没工作 收入低 按揭贷款还不起 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 你就不要抱怨 当然了 这个一带一路中有很多这个弊病了 对吧 比如这个唐物腐败 比如这个资产外流等等 这些弊病该批评还有批评 但是它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现在外贸形势一片暗淡 但是一带一路它是在增长的 给大家一点希望 一带一路的增长啊 恐怕抵消不了西方国家的这个外贸的下降 但那也有增长 等到这个一带一路外贸增长 跟欧美这个下降先抵消 那咱们外贸就稳住了 刚才说的这种思潮啊 实际上这个就是民粹 民粹是最害人的 民粹说白了就是医货团 就是红卫兵 但是很多人他不知道 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民粹 但他觉得我不是啊 医货团呢 红卫兵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医货团不好的 他都觉得自己理由很正当 保护中国的权益 保护中国人的权益 把洋人赶走 把洋人在这修铁路 断了我们龙脉 坏了我们风水 我们都是保护自己 没错啊 洋人在这欺负咱们这个 其他的村民 他们在这搞 团团团团团 心这个叫那个叫 搞乱的思想 你要从医货团的角度看 他也挺合理的 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 红卫兵更是啊 所以说那些天天反对啊 留学生的 跟着后面起哄的 本质上他就是一个医货团 他只是自己不觉得 咱们一直说啊 外贸要想增长 刚才说的外贸重要性 中国只能靠外贸 靠什么内需啊 靠什么投资啊 那也前提是外贸 所以外贸这么重要 那你要想保外贸对吧 要外贸要发展 你就得搞好国际关系 天天跟这个喊打喊杀的 拍起这个拍起那个的 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不顺眼的 你搞什么国际关系啊 做生意嘛 中国一句古话叫 和气胜财 咱们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要和气胜财 赚钱只要你愿意 对吧 这样你觉得合理 我能赚一毛 还是赚一分 只要我愿意 那都是合理的 那就谈不上什么 谁欺负谁 因为你愿意啊 你赚了一分呢 你别看人家赚是一百 你赚一分 心里不平衡 没有必要 因为这都是双方谈的 你从中获得好处就行了 你要觉得这个好处不够 对吧 那你就多谈 谈不了 反正都是市场化的 你谈不了 那可能别人谈得了 对吧 越南人家谈成 所以通过这种贸易 说呢 通过谈判去解决 纷争啊 而不是靠武力 外贸要稳住啊 首先要搞好国际关系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大家都是做生意 不要战狼 我经常看到有网友留言 说哎什么 都已经欺负我们 欺负到这样了 制裁 针对中国等等 那是你的感受 对吧 你要从业务角度 从做生意角度来说 这不叫欺负 人家不卖给你 那都是收入经济手段的 只要不是打仗都有办法解决 都有办法突围 所以没必要 人家一制裁 你就跟人接仇 人家只是不卖这东西给你 让我们俩就接仇了 必须你自我活 没这道理 这就特别极端 你说两个企业 人家那个企业不卖东西给你 你说我们俩 得必须把你搞死一个 这就是民粹 所以说来说去啊 如果你主张跟人强硬 你觉得就应该打回去 或者就应该争锋相对 那你就不要抱怨 你收入低 不要抱怨是没房子住 不要抱怨什么 哎 满人失业了 这都是咎由自取 就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求锤得锤 如果你说 我就愿意勒紧裤腰带 我也得跟人制着气 对吧 不争馒头挣口气 哪怕以后不发展了 没钱 经济一团糟 那我们也跟他挣这口气 那也行 鱼和熊掌不可见得 对吧 你不能一面要跟人对着干 一面还要 像经济发展的好 有钱 这个就比较难了 你对着干 其实也占不着什么便宜 然后经济也丢了 所以说 从这个外贸数据来看啊 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底 这样下去的话 下半年这个形势啊 恐怕更加恶劣 有安全带的记好安全带 没有安全带的 那你想一下 为什么你没有安全带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